能源转型是欧洲的一个必然 那么应对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 出现的这个能源化 其实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我们退回去一点 步子卖的不要太快 可是另外一种观点 反而是说我们应该加速转型 保持转型的势头 我不知道洪源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刚刚大家都没有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客载能源 很重要是全球气候变化 是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刚刚的报告指数 已经升温1.1度 就是无法控制人类是升渐 再过10年到1.5度 然后就是2度 就是我们要做这些问题 是在尽短的时间内 把温升控制在2度 甚至1.5度摄氏度之内 因为如果人类升温到2度 甚至3度 可能出现的灾荒 灾害可能是远远超于 我们现在所想象的 就是这样的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的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吃喝混玩乐 我们要谈论下一代人 能让他们生活在红水套天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 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 而是要考虑到下一代 或再下一代 未经许的优优独播剧场 iho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